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往都是你自己积攒的福报 就像作家陆瑶说 人生其实无非是矛盾和选择的综合体 无关对错 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 在矛盾中做出选择 并勇敢承担一切的后果 中年以后才明白 你读过的书 存下的钱 帮过的人 都是来度你的 你读过的书 就是你人生的格局 有人曾问杨将对前中书的看法 杨将先生笑着回答 他跟我不一样 他什么事情判断得很快 一挑就挑出来了 因为他底子好 他看的书多 读书多了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一眼就看出来了 的确如此 从书籍中获取的知识和力量 其实都是在给人生添砖加瓦 帮你走出狭小的空间 去往更广阔的天地 读书的过程 就是让灵魂风营的过程 读书的厚度 就是认知所能达到的高度 之前于敏红在演讲时 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里提到 有两个农村孩子 一起经历了两次高考之后 其中一个孩子选择了放弃 认为自己的命运就是留在农村 但是另外一个孩子 选择继续坚持 努力读书 第三次参加高考 最后考上了北大 第二个故事里 一所大学里 有两个学生都得了肺结核 他们一起接受治疗 刚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常常在一起 哀声叹气 对于突如其来的病情 表示灰心丧气 没过多久 其中一个人就醒悟了 他突然发现 这样哀叹命运 没有任何意义 随后他在住院的一年时间里 读了二百本书 背了一万个英语单词 如今他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企业家 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这个住院时 仍坚持读书的人 和当年那个参加了三次高考的人 其实是同一个人 他就是于敏洪 后来于敏洪成立了新东方 事业上越来越繁忙 可即便如此 他也从未放下阅读的习惯 无论是坐车赶路时 还是忙碌的间隙 只要有零碎的时间 他都会利用起来 阅读各类书籍 拓宽自己的眼界 正是因为他没有停止学习 才能在新东方遭遇重创后 又一次在直播行业 逆风翻盘 闯出一片天地 很多网友都感慨 在新东方的直播间里 看到了知识的力量和读书的意义 似乎一切正应了那句老话 你在读书中花的时间 都会在将来某一时刻给你回报 读书能让你在看待世界时 多一些角度 少一些迷茫 站得足够高 看得也会更远 读书能给你面对不同境遇的力量 不仅是治愈内心的良药 更是带你走出困惑的明灯 有句话说得很对 家有良田 可能要被水淹没 家有宫殿 可能要被火烧掉 肚子里有文化 水淹不掉 火烧不掉 谁也拿不走 你读过的书 都会成为生命中的养分 终有一天 会成就你的人生 你存下的钱就是你生活的底气 网上有个问题 一个人什么时候最能感到心安 有个高赞回答写道 兜里有钱 遇事不慌 人这一辈子 总会遇到手忙脚乱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刻 总要面临突如其来的风波 而大多时候 解决问题的难处 就在于一个字 钱 没有钱就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 没有钱就没有改变生活的勇气 两年前 56岁的苏敏逃离家庭 开始一人一车 环游中国的故事 触动到很多人 苏敏和丈夫结婚30多年 不仅经历过肉体的伤害 还要忍受精神伤害 在这个家里 所有开销均为AA制 丈夫几乎不为苏敏花一分钱 每个月的家庭开支 丈夫都会仔细一笔一笔 核对钱的用途 不然就会怀疑 她拿钱去补贴娘家 有一次她开车外出时 因为用了ETC卡里的81块 丈夫立马打来电话 催她还钱 几十年的忍气吞声 并没有换来丈夫的理解 这段婚姻带给苏敏的 只有无尽的痛苦 于是她打算离开家里 去看看远方的风景 换一种活法 这两年 她走遍了山川湖海 一边旅行 一边用视频记录生活 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 还接了不少广告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存款 旅行的所见所闻 给苏敏带来了笑容 让她重拾了信心 而通过这几年 努力存下的钱 也让她有了 选择生活的底气 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平凡的世界中有句话 钱是好东西 它能使人不再心慌 并且叫人产生自信 年龄越大越觉得 靠山山会岛 靠人人会跑 人要学会靠自己 才能活得自由自在 想要靠自己 首先要学会存钱 为生活留下一份保障 给漫漫人生留有后路 真正聪明的人 早已懂得了存款的重要性 也因此活得从容自如 当风雨聚来时 你存下的钱 就是为你遮风挡雨的伞 终会给你最充实的安全感 你帮过的人 就是你最好的福报 俗话说 世间之事没有偶然 有的只是在天道轨迹之下的必然 因果循环 生生不息 人生在世 万事万物皆有因果 你的善良就是你积累的人品 会为你带来源源不断的福报 你帮别人搭桥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给自己铺路 你帮助过的人 或许也会成为你生命中的贵人 不久前 有三个人的事迹感动了全网 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回生 四川卢定县6.8级地震发生时 身处水电站的职工罗永 发现有山体滑坡 如果不拉闸泄洪 河水就会漫过大坝 冲回村庄 下游的村子还住着好几百人 于是他不顾生命危险 转身奔向大坝 只为守护几百人的命 而他的同事甘雨 也为了救其他人 留在了水电站 两人会合后发现电闸没关 为了避免水电交融会造成严重后果 他们一起冲进机房 切断了电闸 逃生的路上 甘雨身体多处受伤 体力耗尽 为了不拖累罗永 他决定让罗永出去找救援 自己留在山里 罗永得救后 救援队开始搜救甘雨 找了十几天 始终没有发现甘雨的身影 救援队便打算离开这片山林 换一个区域搜救 但参与救援的当地村民倪太高 在听说了甘雨的情况后 还是不想放弃 想要进山里继续寻找 进山的那一刻 他没有考虑太多 只是觉得 地震后甘雨没放弃我们 所以我们也不能放弃他 他带着食物和水 一边走一边呼喊甘雨 终于在一片山坏里听到了回应声 救出了失联十七天的甘雨 有人总结道 善有善报 好人遇见了好人 善良遇见了善良 不禁想起爱莫生所说的一句话 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 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 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爱出者爱返 福王者福来 一个人的善良里 藏着自己一生的福气 你怎样对待别人 自然也会得到同样的对待方式 你以一颗善心处事 世界自然会对你温柔以待 人生走到头 拼的是人品 积善行 守善念 得善果 你付出的爱 终有一天会以另一种方式 回到你身边 总结 西欧记里有句寓意颇深的话 有风方其浪 无潮水自平 当你老了 回想一生经历的种种就会发觉 所有事情的结果 都有源头可寻 很多事情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你的命运通往何处 往往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后半生 愿你无愧于天 无愧于地 无愧于心 无愧于己 方得始终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